新竹棒球场 因为在选前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非常多的争议 还包括在开幕赛的时候 造成我们非常优秀的国手受伤 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来的新竹市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想要掩盖跟模糊焦点 一直等到政权替换之后 我们才看到 现在新任的新竹市政府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新竹棒球场里面 到底有多少弊端 一定要把它抓出来 我们很多人民纳税钱交给了政府 政府到底是怎么在花我们纳税钱 花了12亿的新竹棒球场 怎么会变成棒球场 变成废图场呢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是绝对不可接受 不可原谅的 那刚才特别提到 包含工地主任还把什么电线拿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保全证据 说实在 之前的旧政府 到底有掩灭多少证据 我认为检调也应该查清楚 типа 老师 是 健康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